醒目一响啊,咱们是即刻开书,咱们打之起啊,就该讲热闹的回目了,讲打仗的故事 那有人说,那不是讲佛教故事,咱们不是讲藏传佛教来什么,怎么这就打仗了呢 我跟您说,这些战争啊,那都是围绕着藏传佛教,围绕着格鲁派 咱们更细致说吧,就是六世达赖喇嘛,打起来的 咱们之后要聊的这几场战争啊,您听着都不陌生,为什么呢 咱们讲准格尔韩国的时候,已经讲过了,那这回再讲呢,肯定不一样 因为它主线人物患了,上回啊,咱们是围绕着准格尔韩国 围绕着这个格尔丹呢,围绕着这次往阿拉布坦讲的 今天啊,咱们得围绕着西藏的这个活佛,喇嘛,以及青海的和硕特部的朱王公来讲 那得了,咱们闲言少叙是即刻开书,这开书开在哪年呢 开在这个康熙五十六年,那年呢,按功力算应该是1717年 就在康熙五十六年的七月,有一份来自边疆的奏报啊 就奏到了朝廷,放在了康熙皇帝的龙叔岸上 这份奏报是谁来的呀?这份奏报是静逆将军福宁安奏上来的 那这奏报上来是什么事呢?是一件大事 这福宁安呢,就在上个月,也就是啊,康熙五十六年的六月的时候 就在他的房区,抓到了两个准杆尔的探子 这两个准杆尔韩国的探子呀,一个叫做阿筹拉克 另外一个叫做扎堆布 关键在于不在这两个探子身上 关键是在他们招出来很多非常有用 并且是这大清朝不知道的信息 他们说呀,这拉藏汗的儿子 拉藏汗是谁?这拉藏汗就是康熙皇帝最信任的 那个荷硕特韩国的大韩,咱们前文书说了 他私自策略了一个假的达赖喇嘛 叫做阿旺一西加醋,现在就供养在布达拉宫 他声称这个呀,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 可是谁都知道啊,这个六世达赖是他的私生子 是伟达赖,人家这个青海珠王公啊 以及西藏三大寺已经寻访到了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加醋的转世灵童 叫格桑加醋,现在就供养在青海的塔尔寺 等于呢,现在这个拉藏汗呢 只有康熙皇帝,大清朝定支持他 剩下呀,像他的兄弟们,青海珠王公 以及啊,这个西藏拉萨上层的三大寺 和他呀,完全不是一心 哎,这拉藏汗怎么了呢? 拉藏汗呀,有一个儿子 儿子的名字呀,叫嘎尔丹丹中 这嘎尔丹丹中啊,娶的媳妇啊 了不得,谁呀?大清国的宿敌准干尔 韩国大汗错阿拉布坦的女儿 叫摩多克罗克 这个女人呢,很有本事 很有意思,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女人 她的故事,咱们之后会慢慢的打开 那当然了,这两个人的婚事啊 肯定是没报备中央朝廷 没报备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不知道 这是康熙皇帝知道啊,肯定不乐意 他绝对不能容忍呢 他所支持的拉藏韩和他敌人联姻 可是这事儿啊,一审问才知道 人家联姻已经三年了 并且呀,这拉藏韩的儿子 嘎尔丹丹中啊,现在就住在 准嘎尔韩国的伊犁河谷 在那儿啊,算是个半上门的姑爷 已然生孩子了 您记住了,已然生孩子了 这地儿啊,也挺有意思 这可是清诗稿里写着的,算是一道证据 那为什么咱们要着重的说 现在已然生孩子了呢 因为这是到后文书啊 哎,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那咱们在这儿呢,先放下 并且呢,不但是这和舒特韩国 背着康熙皇帝和准盖韩国联姻了 现在呀,像达赖喇嘛呀,班禅呢 这使者呀,都在伊犁河国 那既然有使者在呢 那就是要聊什么事儿 至于聊什么事儿呢 那就不是这两个小兵能知道的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 就是这个侧王阿拉布坦的堂弟 叫做大侧林敦多布 带着六千人呢 以及他的几元大将 像什么托布奇啊 都改尔啊 三都克呀 这些人呢 从去年呢,可就奔阿里克路去了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新疆啊 奔了西藏了 那想想啊 这事儿挺可怕的 因为就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啊 在青海和这个准盖韩国交界之处啊 这清军消灭过一支准盖韩国的部队 这支部队呀 三百人全是死士 已经深入到青海内地了 一站下来 一个投降都没有 最后三百人全部战死 具体这三百人进到青海来干嘛 不知道 那现在联想起来啊 这三百人的骑兵啊 可能跟西边 大侧灵敦多部 哎,领了那六千人的军事行动有关系 所以啊 这事儿 这福庭安呢 不敢隐瞒 就立刻报告了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和满城文 我接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觉得呀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 那六千人的军事行动 在那个高原地区 那就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 那您想起吧 后世的福康安呢 带了一千多不到两千人 就差点把尼泊尔灭了国 您想这六千人 它能是小数目吗 那这六千人 从新疆到西藏 当然了 那会儿还不叫新疆 就准夹尔韩国 那这大侧灵敦多部 带着六千人马 带着几元战将 跑到这个 和朔特韩国 也就是现在的西藏 干嘛去了呢 这事儿挺让人担心的 这就康熙皇帝呀 首先他就想到了 哦 这拉藏韩呢 虽然是这 和朔特韩国的大韩 但是他和其他的兄弟 其他的王公们不和 那不和的原因呢 有一多半都是因为 这个贾达赖这个事儿 那现在这么看看呢 这个拉藏韩 又和这个策望阿拉布坦呢 是儿女庆舰 他是不是请求策望阿拉布坦 派日兵援助他去攻打 青海和朱特部 两翼王公去了 这康熙皇帝呀 为了稳定青海诸部王公 刚封了两个王爷 一个呀 是查汉丹京 另外一个呀 罗伯藏丹京 这个按说 这康熙皇帝 完全可以降旨询问 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事儿 这镇公我就降旨 下去是不是有点仓促了 于是啊 他就找了一个大臣 叫贺寿写信给拉藏韩 这贺寿啊 和这个拉藏韩多次有过交际 所以这信让他来写 那这信写出来呢 口气大了 这上帮之臣嘛 就是你下帮之主 这贺寿口气挺大 直接就问拉藏韩 说你呀 是不是勾的这个 蹭往阿拉布坦之兵 来攻打 这青海的 和朔特部的众王公来了 可是你想啊 我主刚从那封完两位王爷 你现在就要打他们 那你就是没把我主子 放在眼里 我们呀 在青海四川都有兵 差不多呀 四川有三万 青海有三万 那有那么些吗 那肯定是没有 那先吓唬吓唬你再说呀 所以说呀 我们能坐视不管吧 你呀 别轻易的动兵 那这方信发出去之后啊 这康熙皇帝还不放心 他这个加紧的 让这个四川总督啊 以及青海铸房大臣呢 多加防范 并且呀 让西安铸房将军 时刻观察前方动将 好积极的能够 往前方补充支援 可是您这会儿得听明白了 这康熙皇帝 以及大清朝臣上下呀 他们并没有 往西藏援兵的想法 只不过呀 是在边境处严加防范而已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哎 这次往阿拉布坦呢 咱们知道 是这个准格尔 韩国现在的大海 他的前任呢 就是他六叔 他六叔是谁 他六叔啊 就是康熙皇帝 一生的最大宿敌 格尔丹 绰罗斯的格尔丹 康熙皇帝 三次遇下亲征 虽然没把这格尔丹 斩杀于江城之上 或者是生擒活拿 总归呀 是把格尔丹挤对死了 这次往阿拉布坦继位之后啊 他呀没准备正面的 和康熙皇的硬刚 可是他这背后的动作也不小 他非常羡慕 和硕特韩国的拉藏韩 和硕特韩国的历代大韩们 钻住了达赖喇嘛 这杆宗教大旗 关键是啊 这个宗教在这一地区太普其了 藏民也好 是蒙古牧民也罢 这信教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想当初啊 哎 有这么句话叫 邪天子以令诸侯 这侧往阿拉布坦 他看出来了 如果要能钻住达赖喇嘛呀 那就是邪喇嘛 以令天下了 不光是猛葬人民 以及诸王公 就连这康熙皇的呀 哎 都得对我高看一眼 早在前两年啊 哎 这个拉藏韩对六世达赖喇嘛 就是那个苍阳家作 会写诗的达赖喇嘛 下手的时候啊 这侧往阿拉布坦 可就看出便宜来了 他于是给拉藏韩写信 说我呀 干脆 哎 迎接这个六世达赖喇嘛 就是情僧参阳家作呀 来到我啊 这个伊林河谷来传法吧 那意思就是说呀 反正你也不喜欢他 还不如给我呢 那这拉藏韩何等之心机呀 他一眼啊 就识破了策阿拉布坦的计策 我的意思是想 废了六世达赖喇嘛 立自己的六世达赖喇嘛 怎么着 把六世达赖喇嘛 送你那去 你想的没 他都没理这个策阿拉布坦 他直接呀 就把这苍阳家作 往北京送了 后来什么结果 咱们也知道 这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家作呀 原记在青海湖边上了 当然对六世达赖喇嘛的原记 没有其他看法 我不拦着 咱书馆就得这么聊 总不能我一张嘴呀 咱聊出八个结果来 你说是不是 那这策阿拉布坦 虽然身残 那至奸呐 你西藏也罢 青海也好 那边怎么乱 我先不管 这拉赖喊呢 哎 立了自己的私生子 阿旺一西加措 为六世达赖喇嘛 就供养在 布达拉宫 人家青海王宫那边呢 哎 和这个西藏 拉萨的三大寺 联合在一起 也寻访到了 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家措的 转世灵童 就供养在 青海的塔尔寺 哎 你们乱的 让你们乱去 我这儿啊 先找手做准备了 就在康熙的 五世五年 那一年呢 是1716年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那个大将军 弗宁安 抓住准央尔韩国 探子的前一年 这侧往阿拉伯坦 就在伊犁河国 准央尔韩国的首都啊 就调动了两支军队 第一支军队 就由他的堂帝 大侧陵 敦多部率领 六千人 从现在新疆的北疆啊 翻越天山到南疆 在南疆 得到了补给之后啊 在翻越昆仑山 经克里亚古道 这可就进了 羌堂无人区了 可现在话说呀 就是国道的106 那我想啊 稍微关注一下 这个旅游视频呢 或者是这个旅游博主的 这个好朋友都知道 穿越羌堂无人区 放到现在 再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那按现在话说呢 800公里无人烟 也没有加油站 可那会儿啊 那就更难了 因为这羌堂无人区啊 整个这大片的区域 不但没有人烟 实际上 连野生动物都没有 据说呀 这环境过于恶劣 你只能自己带吃的 说半袋是想打打猎 按照蒙古人的习惯 走到哪儿 吃到哪儿 没戏 那么说有好走的路没有啊 有啊 走这个阿里斯泉河 日喀泽呀 哎 这条路我现在啊 叫219国道 别的不说 最起码能保证 你这一路上啊 他有补给 那为什么说 这大侧林敦多布 他不选择这条路呢 选不了 因为这条路啊 哎 大家都知道好走 所以说 拉藏汗在这儿啊 哎 有一支部队把守 并且呢 在这儿阿里地方 掌势总管嘎伦呢 那还是拉藏汗的郭爷 哎 叫做康纪奈 所以说这大侧林敦多布 为了避免正面冲突 才选择了枪塘无人区 那肯定也是没有不透分的强 让人家知道咯 以一代劳伏击你 你这人困马乏的 又翻越昆敦山 又穿越无人区 到时候你也是没什么好办法 干净着挨揍 于是这大侧林敦多布说呀 咱们干脆这么着吧 咱们就四处造出舆论 我们这几千人啊 是护送了咱们的公主和俄妇 回拉萨的 那咱开书就说了 他们公主是谁啊 侧望阿拉布坦的女儿 摩托克鲁克 那这俄妇是谁啊 拉藏汗的儿子啊 叫做改尔丹丹中 二人完婚之后 就一直住在伊犁河谷 干脆咱们就说呀 是为了把他们俩送回去 保护他们的安全 咱们才派了兵 那么说真的就把这 改尔丹丹中 这两口子送回这个拉萨吗 当然不是 后来改尔丹丹中啊 就没回得了拉萨 这事还没完呢 就被处死在伊犁河谷了 对了 这故事里也注定啊 这摩托克鲁克呀 就是这个侧望阿拉布坦 这位女儿啊 得成为小寡妇 那么说现在这两个人 关系怎么样 反正到这个康熙五十六年的时候啊 这两个人呢 还已经有两个儿子了 并且这肚子里啊 也就是这摩托克罗克肚子里边 还怀了一个孩子 您记住啊 这摩托克罗克 这肚子里怀的这个孩子啊 他有故事 哎 这就是这侧望阿拉布坦派个大造陵敦多布突袭西藏的西路军 那么说不是有两支部队吗 那另外一支呢 这另外一支啊 那可就是人精马壮 三百厄鲁特骑兵 全是大汗豢养的死士 要的就是干精利罗快呀 一个人呢 配了三匹战马 那么说也是翻越这个昆仑山去吗 不见 往东走 去东边是哪啊 过死人沟奔青海 这支青旗啊 要直取青海塔尔斯到那干嘛去 去抢夺这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就是这个青海诸王公联合西藏拉萨三大寺寻访到的这位转世灵童 名字就叫做格桑加措 这格桑加措这会儿啊 在这个青海的塔尔斯修行学习 中央政府什么态度呢 就是康熙皇帝这边承认他是一位高僧 但是并不承认他是以达赖喇嘛准世 原因很简单呀 这康熙皇帝呀 这会儿已经给这个阿旺一溪加塑 颁发了达赖喇嘛的侧印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承认了 那么说是皇上给这贾达赖面子吗 不是 康熙皇帝看中的是他背后的拉赞寒 康熙皇帝认为只有拉赞寒这会儿啊 才能稳定局势 可是书中代言呢 我不怕跑自个儿的活 这康熙呀 他看走了眼了 那我想听到这儿啊 您也听明白了 这三百人呢 这三百勇士没落着好 刚过死人沟到了边境 就遇上了大清朝的巡逻队 三下五除二 这三百勇士啊 被八旗巡逻队杀了一个干干净净 得策望阿拉布坦抢灵铜 这事儿啊 算宣布破产了 那下边啊 就得看这个大策灵敦多布 在西边这只六千人的骑兵了 那您要想听这战况如何呀 那明儿您得早来 这大策灵敦多布 一只骑兵就杀到拉萨 拉赞寒惨死见下 何硕特韩国是宣布 亡国 字幕连赞导承转抢转发